本港正是与内地双统面检疫通关安排 有份月会的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相信 切专属的国关码是通关必然条件之一 又透露内地希望本港规定机场人员等高危群组加密检测 也要收紧患者出院的准则 本港本地零确诊持续超过四十多天 但与内地到现在仍然未能够面检疫通关 有份参与第一场与内地专家对接的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楚话 通关的条件之一是过关人士必须用类似健康码的过关码 里面要提供一个核酸阴性的报告 打针的记录就是新冠疫苗接种的记录 另外你不是紧密接触者 也没有去过高危区有暴露过 以及以往的三个星期去过什么地方 这些资料都要全部进去过关码 记不记行中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将你现在的安收出行的资料 可以过渡进去还是怎样 这个都是要等创新科技局再讨论 他又透露内地专家比较担心本港的外防输入措施 包括希望加密和入境人士接触的高危群组的检测次数 由现在三次到七日一次改为隔日验 又建议收紧确诊者的出院准则 两次检测情阴性之后 再到指定地点医学监测14天 暂时来说香港就没有什么过案 如果你要跟随都不难的 如果个过案开始多 那后期那14天监测 亦都可以用一些中转地方 例如是这个Penny Bay 足高湾那类 你都可以在那些地方那里做这个监测 就不用全部留在急症医院里面做 有些人会觉得可能他已经验了两次 都已经是没有病毒 就是可能是阴性这样算的时候 那为什么还要有14天的一个所谓的隔离 内地他很担心有服阳这个情况出现 这个久不久都会有发生的 如果完成所有改动 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免检疫通关呢 现在来说 卫健委就会提供一些书面的建议 给香港政府 就是刚才我们提过的那几个项目要改善的 那他们也都可能是会来香港做一个实地考察 那如果是我们跟到他的那个 跟贴到他的那个内地的那个措施 是很可能好像澳门那样 就是可能四五个月你就可以通道关 无线电视机者陈家印报道